音樂 因為你看到了這個697朵花 它可以自由連動 所以當我們在想像這個音樂的時候 一個音樂的構成也會有節奏 會有和聲 然後也會有它的色彩 跟它的音效的感受 所以我們是因為這樣的感受呢 我們去實驗了許多生物界的動態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動態 反而我們做了一個 大概長達5、6個月的一個實驗 它把這樣的動態跟音樂 在融合起來的時候 它就變成一件作品 一件你可以完整欣賞的作品 在創作的開始 它就知道是全天候 然後也是歷時6個月 所以我們知道它會承受不同的天氣變化 我自己最喜歡最喜歡的是 傍晚的時間 就是在黃昏 然後有夕陽的時候 這時候 這件作品的外層燈光 內層燈光 都不會因為太陽的照射而 而削弱 它會開始顯現出來 那花的形體也會很立體 那這時候來到這個現場 你從外觀去看的時候 這個連動的張力你會看見 進到整個球體當中 會有一種滿神聖的感覺 很多人都心裡面 要oric是一個小小小的意見 可以做這件作品 可以做到一個小的歌 4個月 就是這個歌捷捕 然後請記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